相歷於Pros League 新北國王的老大哥楊敬敏 雖然已經三十八歲 但依舊報道未老 先是去年以場均二十一點二一分 四點八六籃板 三點二一助攻 和一點二八超級的數據 獲選年度最有價值球員 又在近日和林航園的比賽中 順利達成生涯千分里程碑 成為聯盟最快達成成就的選手 雖然開心 但楊敬敏還是有一點點小遺憾 確實也蠻驚訝的 因為沒想到自己會是第一個達成這個紀錄的球員 還是會有一點怪怪的 因為如果在自己的組場 如果完成這個紀錄的話 我想就可以跟我們自己的組場球員一起去分享見證 希望能夠幫助球隊拿到一個冠軍 在我的觀點來看是 確實比今年進步了很多 因為我今年的表現確實不用像去年一樣那麼耀眼 才能把球隊的戰績維持在一定的水準上 前面十場球看下來 其實我在這方面其實不會像去年來得那麼累 沒錯 到目前為止楊敬敏雖然場均沒有去年出色 但是三點八分還是有一定水準 接上敏哥說的 今年的他不再需要一間扛起球隊 本季最大進步和改變 就是隊友們也都能送上活力支援 如今也在二十三號賽前 從開季算起正好打了十場 以七勝三敗的成績高居聯盟第一 上季以中斷班第一次守衛的他們 今年打出像扣冠總冠軍的樣子 不過同一時間 球隊也在二十二號傳出 陣中前鋒李瑞奇日前在南下高雄 出戰鋼鐵人的途中發生車禍意外 造成左膝嚴重骨折 這起意外 也讓李瑞奇本季勝於賽季全數報銷 不過球團承諾會盡力協助他躲過難關 祝福他能夠早日控制 和老大哥楊敬敏一起在球場上奮戰 我這一台採訪報導